还因为从小就能看见恶魔 他被人们当成了弱智对待 随着灵异景象看得越多 他就越来越恐惧 直到15岁他再也承受不准 选择了用自杀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可他被送往医院抢救的过程中 却提前穿越到了地狱 短短在地狱待了两分钟 就仿佛在这里折磨了整整五年 等他再次回到人类的世界 他已经练就一身降妖除魔的本领 而他正是大名鼎鼎的驱魔大师康斯坦丁 今天他就遇到了一桩非常棘手的恶魔事件 一位母亲原本给坐月子的女儿端茶水 但打开门的一瞬间吓得他直接坐在了地上 只见女儿奇形怪状地爬上了天花板 期间请来很多能人一时 但都搞不定附在女孩身上的恶魔 其中一位神父邀请康斯坦丁出山帮忙 他刚进入房间就拉开了窗帘 从口袋里掏出法器 对着阳光开始排查恶魔的准备 直到一枚徽章显现出 附体在女孩身上的恶魔突然有所感应备受折磨 不断发出痛苦的哀嚎 紧接着他直接站在床上 来到女孩耳边说了一句 当法器徽章按在女孩头上顿时白烟四起 恶魔开始不断抽搐发出痛苦哀嚎 虽然女人已经停止了挣扎 但约翰却丝毫不敢松懈 因为他察觉到女孩身体上充满了反强 为了查明原因 他将身体缓缓靠近女孩身上 显然这只恶魔特别顽强并没有被驱散 他赶紧让吃瓜群众为他找一面至少一米高的镜子 与此同时来到角落将墙角的电话线拿出 然后用凳子将窗户的玻璃砸碎 紧接着将床移动到窗户旁 等电话线从外面固定好后 镜子也在同一时间被送到 约翰赶紧让他们把镜子高举在他头顶上 并再三嘱咐大家不管发生什么千万不要睁眼 在确认女孩状态后直接就用手蒙住了他的双眼 开始念动驱魔令 可就在这时恶魔痛苦的哀嚎引起了一人好奇 小伙子忍不住看了一眼 骨子和头发却在肉眼可见速度变成了白色 随着镜子的倾斜 恶魔也趁机抓住约翰脖子拼命挣扎 倒在地上的小伙子也开始急速衰老 约翰再次将女孩双眼蒙住 随着驱魔令念诵完毕他立刻松开手 将恶魔封印在了镜子内 在约翰的挑衅下恶魔当即开始暴露 挣扎着想要砸碎镜子逃出封印 约翰丝毫不敢怠慢命令大家将镜子拉下去 可不巧卡在了窗户的边缘 眼看镜子就要被恶魔敲碎 无奈约翰只好亲自上阵拼尽全力拉动镜子 在千钧一发之际成功将镜子送出高空 伴随镜子被砸得粉碎 捆绑在床上的女孩也在同一时间恢复了正常 约翰这才松懈下一口气 每次做完任务后他就会开始烟瘾发作 原来他有个习惯每天烟不离手 一天至少要抽三包烟以上 对他来说抽烟比吃饭还要重要 没有恶魔敢轻易招惹阿康 在灭杀恶魔的这些年龄 他知道了上帝和撒旦定下一个契约 谁也不能干涉人间的平衡 看看人类会倾向于哪一边来决定谁胜谁负 但是人间还是会游荡着两边的事 能够蛊惑人心的伴魔骨 还有暗中守护人类的伴天使 不管天使还是恶魔 他们都是有着背景的 而康斯坦丁却实实在在是个普通人类 仅仅凭个勇气就敢对抗恶魔 地狱中有一半的恶魔 都是他亲手送进去的 就连大名鼎鼎的地狱领主撒旦 都曾亲自放话 等康斯坦丁死了 他的灵魂他要亲自来说 能够让撒旦如此重视的男人 可想而知是有多猛 由于康斯坦丁一天三包滑子 他的肺已经彻底了 肺癌晚期只能等死了 可他不想就这样死去 地狱的惨状实在让他难以入眠 他必须要搞到通往天堂的通行证 于是他来到教堂 眼前的女人张开一双巨大的翅膀 他就是上帝在人间的女儿 天使加百列 他拥有全知全能的双眼 能够看透世间万物 专门负责将上帝的好消息报告给世人 阿康想向加百列请求延长自己的生命 好让他能够继续为天堂 驱除更多的魔鬼 加百列直接戳创了他 你这样是进入不了天堂的 即使你除掉再多的恶魔 但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 都是具有私利心的 康斯坦丁说 我为天堂去除了多少魔鬼 为什么天堂不愿接纳我 加百列告诉康斯坦丁 想入天堂的路很简单 康斯坦丁再也忍不了 康斯坦丁冒着大雨离开教堂 没办法上天堂 大不了就下地狱 精神病院的楼顶上 一个女人从上面扔下两段腕 她的手臂上刻着一块神秘的图案 她仿佛听到了恶魔在她耳边低 于是她果断从楼顶一跃下 就这样 女人死在了泳池中 与此同时 身为双胞胎姐姐的她 被噩梦惊醒 就当她以为这一切都只是梦的时候 噩耗传来 她的妹妹真的从精神病院的楼顶跳楼自杀 可她根本不相信妹妹会自杀 妹妹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 自杀是重罪 会永世不得超生 她反复地观看着妹妹去世前的监控画面 她清楚地听到了妹妹的呼唤 可当她倒回去再听一遍时 却又什么都没有 这让她感觉自己好像陷入了诡异的圈套中 另一边 康斯坦丁的肺癌让她痛苦不堪 蹲在马路边拼命咳嗽 突然 旁边什么东西一拳就将阿康打飞 一个恶魔找上了门 是由无数海蟑螂组织成的人形 猙獰的表情也是海蟑螂和海蛇组成 阿康冲进马路中央 还怪恶魔被迎面而来的汽车中的便利开花 剩余的海蟑螂没有威胁力 被康斯坦丁一讲一个 康斯坦丁觉得事态严重 恶魔竟然偷跑路人间 肯定在预谋着更大的阴谋 她来到一间传说中的阴阳酒吧 这是一间魔鬼和天使能够共存的酒吧 酒吧里混乱不堪 有正在吃人的恶魔 也有能够蛊惑人心的魅酒 这里所有人都认识康斯坦丁 他们都知道这位传奇驱魔人的事迹 都对她恨得牙痒了 康斯坦丁是来找这家酒吧的老板 午夜老爹 他是一名传奇巫师 发誓永不干涉上帝和撒旦之间的争斗 永远保持人间中立 康斯坦丁说明了来意 可是午夜老爹根本不信 魔鬼不可能会直接降临人间 既然不相信就放了 他要自己查清楚 康斯坦丁想让午夜老爹把星星电影借给他 传说 这是人类的第一把电影 曾经有两百位灵魂经受过电影 因此这把电影也具有直通阴阳的魔力 可午夜还是坚持中立 不愿帮助他 就在这时 一位魔鬼前来找午夜谈生意 他认出了康斯坦丁 恶魔巴萨扎对着康斯坦丁说 听说你就快要死了 撒旦会亲自来收走你的灵魂 到时候 我们就能在地狱中 好好品尝一下你的味道 康斯坦丁刚准备发飙 被午夜老爹喝酒 一位传奇驱魔人 就这样结束自己的一生 实在是太过憋屈了 就在这时 曾经那位漂亮的女警察 找到了这里 他告诉了康斯坦丁 自己的妹妹离奇自杀 希望她可以帮助自己 但是康斯坦丁还有一个外号 扎康 他果断拒绝了女警的请求 就在女警离开后 窗外有大批恶魔鬼影 追随在女警的后面 康斯坦丁不能见死不救 没过多久 整条路灯开始慢慢熄灭 黑暗开始侵蚀一切 昏暗的空中仿佛飘浮着什么 整条街道只有圣母像还亮着 他们向圣母像靠近 只有这里暂时还安全 圣母像也敌不过黑暗的清洗了 眼看着圣母像熄灭 康斯坦丁点燃了手中的圣物 魔鬼猙獰的面孔就在眼前 圣物点燃的圣火 发出强烈的圣光 照亮了整片黑暗的空间 无数恶魔在圣光的洗礼中灰飞烟密 恶魔们还是低估了康斯坦丁的能力 灰烬散去 街道中又重新恢复光亮 第一次看见这么恶心的恶魔场景 女警直接吐了一地 康斯坦丁说 这些恶魔不是来找她的 而是来找女警的 为了弄清女警妹妹自杀的原因 康斯坦丁决定去地狱找出真相 他们来到妹妹的家中 决定在这里通灵去往地狱 他们打了一盆水 水是能够连接阴阳最好的媒介 然后找到了妹妹生前饲养的猫咪 猫也是具有阴阳灵性的生物 仪式开始 康斯坦丁把脚放进盆中 然后全神贯注地盯着猫的眼睛 就在这时 周围灯光忽明忽暗 盆中的水开始沸腾 时间出现暂停 康斯坦丁成功出现在了地狱 四周一片死寂 活海永世灼烧 他随身携带着一颗装满圣水的水晶犬 那是能够回到人间的唯一宝障 康斯坦丁独自漫步在地狱 他的脚下就是地狱的其中一层 无数罪恶的恶魔正在受刑 地面上的恶魔也认出了康斯坦丁 全部靠在他的周围 一路尾随 蠢蠢欲动 这时 他看到了妹妹的身影 妹妹摘下手环飘向康斯坦丁 康斯坦丁一路狂跑 恶魔在后面蜂拥而至 就在恶魔抓住康斯坦丁的最后一刻 康斯坦丁抓住了手环 然后赶紧将圣水洒在胸前 康斯坦丁浑身冒着浓烟回到了人间 康斯坦丁的神父伙伴找到了妹妹尸体 通过聆听尸体的回音 他发现了恶魔的秘密 一瞬间所有诡异的低语声在神父耳边回响 神父想喝口酒解开低语 却怎么也喝不到 他冲向便利店 拧开酒瓶使劲往嘴里灌 根本倒不出来 风味一样砸碎瓶子 也倒不出一滴酒 可现实 神父却活生生将自己仗死了 好在他在临死前 在手心中刻下了线索 等到康斯坦丁赶到 他看到了这个神秘的十字图案 康斯坦丁将这些告诉另一位伙伴 伙伴找到了地狱版圣经 很快就查到了真相 撒旦之子曼蒙 不愿听命于父亲撒旦 不愿遵守和天堂的约定 企图独自占有人间 这个十字符号就是他要降临人间的证明 可是曼蒙降临人间的要求极为苛刻 不仅需要强大的灵魅 甚至必须获得天堂的帮助 就在这时 恶魔找到了伙伴的藏身之处 等到康斯坦丁找到这里 他已经被无数苍蝇吞噬而亡 短短几天 为数不多的好友接连死于恶魔之时 说明有个魔鬼在人间到处杀人 而他却找不到是谁 这时候女警站了出来 她是比妹妹还要强大的灵魅 她决定重开天眼 帮助康斯坦丁找到幕后的真凶 康斯坦丁警告女警一旦天眼重开 她将再也无法回答 女人缓缓躺进浴缸 康斯坦丁用手按在女人的胸前 刚开始一切安好 康斯坦丁淡定地看着泡在浴缸中的女人 可很快 女人发现不对劲了 自己快要憋不住了 但是康斯坦丁的表情毫无变化 手还是死死地压在自己胸前 她很快反应过来 康斯坦丁是想把自己溺死在浴缸中 于是她拼命反抗 就在这时 一滴水珠仿佛时间静止 当水滴缓弯落下 死亡边缘让女警的灵力觉醒 巨大的灵力直接冲碎了浴缸 觉醒之后的女警 探清了所有恶魔的踪迹 她来到刚当的犯罪现场 在地上找到了恶魔的性命 一枚硬币 这是恶魔巴萨扎的东西 女警问康斯坦丁接下来该怎么办 康斯坦丁举着黄金十字火枪 让他们知道谁才是他们的爹 这时候的巴萨扎正在镜子前自恋 镜子突然在火焰中爆开 康斯坦丁将圣水撒在巴萨扎脸上 巴萨扎一把掐住了康斯坦丁 狠狠按在墙上 康斯坦丁从怀中掏出黄金十字纸套 一拳就将恶魔锤翻在地 传说这是上帝之前配人时专用的指头 威力足不伤手 关键对付恶魔都是内伤 让恶魔无法恢复还检测不出来 巴萨扎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康斯坦丁决定用圣经超度恶魔 让他进入天堂 让他好好享受享受 恶魔害怕了 将计划全部收了出来 原来曼蒙降临人间需要几样东西 强大的灵媒 还有传说中的命运之矛 妹妹不愿帮助魔鬼 果断选择了自杀 所以恶魔又盯上了同样强大的姐姐 康斯坦丁一枪将恶魔轰成了碎片 他们决定去寻找命运之矛的下午 就在这时 一股神秘的力量扯着了女姐 飞速穿墙而过 康斯坦丁只能眼睁睁看着神秘人带走女姐 他冲进了阴阳酒吧 一拳打翻酒保 轰开了午夜老爹的门 午夜老爹是个强大的巫师 康斯坦丁被午夜直接按在墙上摩擦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 午夜索性同意了使用电影 这把人类第一座电行李 曾经审问过200个人类的灵魂 因此也具有直通地狱的超能力 法师们能够借助他追踪恶魔们的踪迹 康斯坦丁坐上电影 通灵前猛灌一口老酒 脱下鞋子 午夜在地上撒上冰凉的河水 然后打碎灯框 一下把电线吹到地上 电击强大的电流直通全身 打得康斯坦丁灵魂乱缠 意识朦胧间 他看到了命运之矛的下午 两个流浪汉在一个教堂废墟上拾荒 突然 其中一个流浪汉踩破了木板 暗阁中仿佛有什么东西 拿出来一看 竟然是传说中的命运之矛 流浪汉突然听到一阵谐音 眼神变得呆滞 起身就走 刚走几步 一辆车飞速撞上 流浪汉毫发无损 车子却原地暴废 流浪汉的手臂上出现了恶魔的十字标记 流浪汉跳起身继续走 轻易地一跃而起 拿着命运之矛的流浪汉 所到之处全部生机瞬间泯灭 没过多久 地上躺满了成千上万的牛羊尸体 很快 流浪汉来到了之前的精神病院 被绑来的女警瞬间转身开枪 子弹全部穿体而过射进墙中 与此同时 这里已经集结了大量的恶魔 打算看守恶魔之子的诞生 康斯坦丁顺着线索追踪到这里 他跟徒弟二人分头行动 徒弟一枪轰开水箱 将圣物十字架放进水箱中 让这里的水全部变成圣水 康斯坦丁不紧不慢冲进里面 面对一大群恶魔丝毫不慌 用打火机点燃了烟雾报警器 喷灵喷出的圣水灼烧着恶魔们 瞬间一片哀嚎 恶魔们元气大伤 康斯坦丁在圣水的洗礼中 拿着黄金十字火枪 一个个狙杀恶魔 一枪一个小可爱 最后 杀光了在场的所有恶魔 等他们进入里面 此时的女警已经被恶魔之子附身 康斯坦丁没办法下手 康斯坦丁和徒弟死死压制着恶魔之子 嘴里不断念着咒语 可是恶魔之子的力量实在太过强大 完全不在乎咒语的伤害 他在女警的肚子里疯狂乱寸 想要破肚而出 康斯坦丁死命压制恶魔之子 就在这时 徒弟却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先飞出去 来回撞击几次 徒弟当场身亡 徒弟希望自己 能够成为康斯坦丁那样的传奇巨魔人 却没想到第一次巨魔就交代了 康斯坦丁知道这里还藏着一个神秘力量 他拉开双袖 合并手臂 露出炼金术式的红王之印 他能让周围一切力量显现 暗中的力量再也无法隐藏 一双脚从天而降 一脚踩在康斯坦丁的身上 没想到的是 司通地狱之子的竟然是上帝的女儿 天使加百列 他看透了人间藏着的罪恶 他憎恶人间的遗弃 所以他决定堕落 让恶魔之子降临人间毁掉所有 天使一口气 直接将康斯坦丁吹飞出去 准备迎接恶魔之子的降临 康斯坦丁知道自己打过天使 于是他向上帝请求支援 但是上帝毫无反应 既然上帝请不动 那么就请恶魔来 撒旦曾在地狱发华 他会亲自前来收取康斯坦丁的灵魂 康斯坦丁果断地选择了戈腕 就在加百列即将释放恶魔之子的一瞬间 时间暂停了 沾满容颜的脚从天而降 地狱领主撒旦降临人间 撒旦一身白西装 面目发白 性情乖张 极度邪恶 先是调戏了一番康斯坦丁 然后淡定地和他聊起了天 康斯坦丁告诉撒旦 你儿子跟加百列在隔壁打台呢 撒旦立马坐不住 决定待会收拾康斯坦丁 他来到隔壁 果然看到加百列的遗事 撒旦拖走女人 加百列一下泼了的空 只见撒旦抱着女人 地上的水倒映出 他儿子疯狂挣扎的样子 然后就再度将儿子重新打回地狱 天使加百列也被撒旦的怒气 直接烧毁了羽毛 解决完一切 撒旦又重新回到康斯坦丁面前 康斯坦丁在临死前 向撒旦提了最后一个请求 他要用自己的灵魂换取妹妹去往天堂 撒旦答应了 抽完最后一口 在血泼中掐灭烟头 撒旦拖着康斯坦丁准备前往地狱 但是拖着拖着 康斯坦丁变得极为沉重 撒旦怎么也拖不动 一道圣光照了进来 天堂出现在眼前 撒旦终于明白 康斯坦丁刚刚的决定 就是上帝要求的奉献 康斯坦丁终于有了进入天堂的资格了 康斯坦丁感谢撒旦的全家 但是撒旦怎么可能会让康斯坦丁如愿以偿 他双手插进康斯坦丁的双份 在里面掏出一大团黑物 他的肺癌被治好了 撒旦要让康斯坦丁明白 没有人可以带走他的灵魂 他的灵魂只属于地狱 一切都结束了 加百列也被贬为了凡人 康斯坦丁带着女人离开了这里 而康斯坦丁也继续续写着传奇驱魔人的一生 这次他将烟彻底戒了 他想好好活着